回到中華文化講關帝 我是陳祖江 我旁邊有沈豪傑 沈豪傑 全國人大代表 今次不會說錯 其實我認識豪傑很久 真真正正跟豪傑聊天就是今天 因為豪傑在元朗也是具有很廣泛的代表性 我認識你時是區議會主席 現在是全國人大代表 這個身份的改變 譬如說以前是地區工作 現在是廣泛去到國家層面 對你有多大的影響 首先是時間的分配 因為大家認識全國人大或全國政協 就是每年3月的兩會 但實際上我們還有很多時間都會去到內地 例如我們定期會進行一些很長時間的培訓 我們每年都要去內地做調研、考察 有時也會參與處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 以列席的身份 或者再有其他不同的活動 可能是特別受到邀請 所以在時間分配上 對於我來說是要重新調整 另外一方面是 做了全國人大之後 會對國家的了解 會認識多很多 會認識更加深 但這個對於我來說是好的 兩個身份是相負相成的 因為全國人大代表 其實是代表人民 當然每一個代表 可能是代表著不同的群眾 所以我能夠繼續擔任區議員這個角色 讓我繼續有一個平台去貼近民眾 掌握到民情 然後將這件事反映給國家 其實這是幫助我去履行我的工作 反而是對你的工作更加幫助我 做到地區區議員工作 反而不是增加你的繁忙 而是幫助你 是幫助我 而倒過來 因為我自己對國家的認識 所以我在地區的工作上 以前我未必做得到這件事 我現在會很多時候回到地區 將國家的情況 去跟我們港大的市民 特別是在元朗 去分享 我在國家的所見所聞 是 好的 因為我們一直看你 都覺得你是新的新界人 新一代新界人 亦都是元朗的 我自己去看是很標誌性的年青代表 幾乎是我們元朗的未來 可以看到這樣 你的年齡、背景、發展 你對元朗的發展 你對元朗的發展 有沒有抱負 一個看法 我對元朗的發展 是很有信心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未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新的經濟動力 就是發展創新科技 而現在政府的規劃和定位 就是要將元朗 打造成一個創新科技的中心 所以這個對元朗未來的發展 一定是很好的 而且你不是單純建一個創科中心 其實你有很多陪套 你要提升這個區 他整體所有的設施 因爲一些人 譬如你做科研 你需要有科研的人才 那些人才來到 他不只是一天到刻 只是在工作中工作 他也要有生活 你要建一個游泳池給他 建一個體育館給他 建一些文娛設施給他 所以整體都會有所提升 基建要提升 我們要有學校 人才需要有學校才能培養出來 甚至乎是大學 其實政府這個也都已經說了 將來會起大學性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 整體來說是充滿了希望 我自己看到 還有元朗現在很多時候在這裡居住 據明看Andy也提到 就是覺得我要回到市區上班 很辛苦或者很貴或者很遠 但是當你這些優質的工作 就在元朗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需要再乘這麼長頭的車 可能你只是過去隔離一個十分鐘的地方 你就可以上班 那這個也都解決了長期以來 元朗被人說 乘車不方便 乘車很貴 這個問題 所以我自己對於 因為元朗的發展是相當提好 我們以前 其實不說政治 其實也是要說政治的 我們以前看香港政治人才的培育 以前我們很少看立法會議員 以前我們一向都是做AO 以前行政主導的時候 透過政府請了AO 將來去施政用 似乎我們看到現在的改變 就是我剛才聽你說 對我來說很耳目一身 你是一個地地道到地區事務的培育出來的政治人 你怎樣看香港未來發展 或者你自己對香港的政治抱負又怎樣 香港未來發展 首先我想 無論我自己也好 或者對於港大市民來說 我想我們要對香港是保持信心 因為我不是好像主持你說得那麼年輕 我也經歷過香港很多高高低低的 但是你看回過去香港 其實都受過不少的衝擊 可能是國際上 或者我們自己香港自身的一些問題 但是每一次我們都可以重新出發 重新起身 當然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因為有國家在背後的支持 這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 如果沒有祖國的支援的話 其實香港不會每一次都可以 這麼快站起來 我相信 現在可能經濟稍為差了一點 但是其實我們都應該要保持這份信心 你要相信我們香港人那種獅子餐精神 也要相信祖國會繼續支持我們 其實剛剛最近都出了很多新的政策 去支持我們香港未來的法治 剛剛特首先說了 所以我自己一定是對於香港的未來是看好的 好的 最後一分鐘我們 好 對於你的家裡有什麼大影響呢 你的工作 習慣了 還有我的家人跟我一樣很忙 因為我們看到新聞說 你上一次感染了COVID的時候 反而給了一個機會你陪太太 哦 是的 因為平時可以各有各忙 其實我們都知道 在香港我們需要培育新一代的政治人出來 不單單由政府的AO 也應該由地區區議會 立法會 全國人大或全國政協 這樣培育一代一代的香港政治人才出來 豪傑在我心中就是這一類人 多謝豪傑 今天很多謝你們接受訪問 好 到起來來玩具行 好 謝謝 謝謝